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 银背大猩猩 其实它就是山地大猩猩 也称金刚猩猩 主要生活在热带雨林当中 属于杂实型动物 平日里主要以嫩芽 浆果为食 成年的大猩猩每天平均需要25千颗食物 因此大多数醒着的时候都是在进食 这使得它们的肚子总是鼓鼓的 加上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野生大猩猩有捕猎行为 初步估计银背大猩猩还是最纯正的知识动物 大猩猩基本上都过着一夫多妻的家族式群居生活 群体成员组成较为稳定 每群3-5只或20-30只不等 通常由年龄较大 身强体壮 且富有经验的银背担当首领 成年的银背大猩猩体重均超过260公斤 即使拥有这样的体型 银背大猩猩的敏捷性一点也没被降低 不仅可以在陆地上快速奔跑 还能迅速的爬到树上 另外它们还拥有堪称完美的肌肉 根本无需锻炼 天生就是个大理事 用力一推的话 能够轻松先放一辆小汽车 在自然界里很少有动物的手臂力量能够超越它 虽说银背大猩猩平时大多数都是吃素的 但是它们性格十分凶猛 领地意识非常强 如果有外来入侵者 只要实力不是太悬殊 它们都会主动发起攻击 此外大猩猩的智商也很高 相当于人类三四岁的孩子 会利用一些简单的工具进行辅助进食 但在猛兽之间对峙时 拥有高智商的大猩猩 似乎并不能左右自己的战斗力 反而会显得有些胆怯 另外大猩猩还有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弱点 比操肉厚的它们却害怕疼痛 如果一开始让它感觉疼痛 那么它就会失去打斗的勇气 慢慢的还会退缩 但是它们平时以群居为主 所以它也可能是以退为进 毕竟人多力量大 对方也不敢贸然进攻 如果是遇到豹子 想必大伙都认为 赢背大猩猩一个拳头就能使豹子当场逼命 可这理论很难实现 在过去几十年里 生物学家观测到的都是豹子玩灭大猩猩的场面 毕竟豹子属于猫科动物 对于自己的弱点非常清楚 所以是不会轻易暴露给敌人的 更不会让对手轻松打倒 当然现在大猩猩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于人类的过度开荒 这使得它们生存环境越来越少 种群数量也随之减少 已被列为宾威物种 好了 本期世界之最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